嗯 好吃耶 家鄉的味道 那漢堡牌是真材實料的 那種漢堡牌 不是乾的 對 不是乾的 那多少錢 那個餅皮多少錢 15枚冷凍的餅皮是750塊日幣 然後你再加這一邊的一顆蛋 這邊一顆蛋20塊日幣 70塊日幣就可以吃到 台灣的早餐 超便宜喔 嗨 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歡迎來到KK的生活頻道 那我們現在呢 人啊 在大阪 那這次後面是哪裡 很熟悉的天神喬經商店街啊 然後上次有來拍過 它是日本最長的一個商店街 全長大概有2.6公里 那我後來知道呢 其實在這裡 有一家台灣非常有名的早餐店 應該說它是專門賣台灣早餐的 給大家看我看一下 我後面這邊 瓦娜瓦娜 台灣早餐 它這邊就寫著台灣Breakfast 就是專門賣台灣早餐 那它會讓我有興趣的原因呢 是因為啊 它最近跟台灣的賣味燈做聯名 如果大家有看到新聞有聽說的話 因為我記得台灣有蠻多媒體來採訪 所以我旁邊這一個 有沒有 它寫著 日本初上路賣味燈 在日本可以吃到賣味燈 這是非常特別 因為像我們台灣人在台灣吃早餐 習慣早餐就是吃梅兒梅兒漢堡這些之類的 所以這一次日本有這個賣味燈 所以我就想說這次來大阪 所以一定要特別來拍一下店 所以我就特別跟他們預約 就是可以讓我們進去稍微做一下拍攝 然後介紹一下他們的早餐這樣子 那究竟台灣的賣味燈 在日本吃起來是什麼樣子呢 我也個人也是很期待 就是如果大家來日本想吃的話 也可以來試試看 而且它這家店喔 它不只只有早上 海外店也是早午餐 它開到下午5點 所以它其實是 算是全天候提供的 就是它雖然沒有晚餐時段 就是也是早餐午餐然後下午茶這樣子 所以大家如果之後有機會來大阪的話 我覺得可以來試試看這個瓦娜的早餐 因為它跟台灣的賣味燈來做合作 現在日本其實他們早上 是沒有在外面吃早餐的習慣 所以你會看到現在早上 雖然人往要去上班的人很多 可是他們卻沒有停下來就是進去吃早餐 因為他們可能就趕著去上班 跟我們台灣人的上班族會拎著早餐去公司吃 是不一樣的 因為他們也不在公司吃早餐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進去看一下這個瓦娜瓦娜 跟賣味燈合作的一個套餐 吃起來什麼味道吧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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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台灣鹹豆漿 哎呦 然後再來是重點啊 你看 麥味燈 看一下 哇 麥味燈的寶 這個 紙跟台灣一模一樣 因為它就是從台灣直接進口過來的 100% 無添加 哇 這個日本看不懂 然後這個QR Code少 可以直接從台灣點餐 送到 送回你家鄉給你家人吃 好像蛋餅 薄皮蛋餅 看一下 哇 這麥味燈丹麥寶 不過它是有丹麥寶的寶 它不像我平常在台灣有吃到那個漢堡 嗯 對 咬一口看看 咬下去 瞬間回台灣 豆漿 嗯 好吃耶 家鄉的味道 真的是家鄉的味道 白癡啊 因為我很愛吃台灣早餐 可能要哭了 台灣的味道啊 醬汁咬下去都是台灣味 嗯 真的 只來20小時 所以我還記得那個台灣的味道 不像那些泥江背景的爵子們 就是來台灣半年一年的 已經忘記你家鄉的味道 先生你才來日本不到24小時 所以真的可以推薦吃他們的這個牛肉 就是漢堡排 它漢堡排是真材實料的 不是乾的 對 不是乾的 而且咬下去會有juicy 不過它不像我在台灣吃的那種 就是漢堡排 就是那種 莫名其妙的肉 其實我比較喜歡吃那種 對 莫名其妙的 對 莫名其妙的幾個肉 壓出來的漢堡排 就是我比較喜歡那一種 真的蠻推薦 各位啊 如果 來日本 大阪 有幾個 東京還有一家店對不對 對 有兩個家店 對 這一個嗎 Wana Wana 我記得在東京有一家店 就是大阪一家 然後東京一家 就這樣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蛋餅 原來它蛋餅算是蠻貼切的 而且它是一直給半份 就是如果你點set的話 它是加1080元日幣 然後有半份蛋餅 然後一份大餅 對 我覺得如果它如果再加一份蛋餅的話 一般人可能會吃過 就是量會太多 我覺得給半份蛋餅很貼切 四盒 對 四百四盒 還不是四百八 你看這個蛋餅 而且是薄皮的 這是台灣才特有 對 然後我剛剛看到它 它有Uber外送 對 點早餐 應該是台灣一樣耶 就是如果你在家裡很冷 不想出門 然後你也可以再點一個Uber 然後讓台灣早餐送到你家 好方便 對啊 來吃一口看看 看一下 看一下喔 我要吃囉 你看 我跟你講 一口放進水巴裡 那個醬油膏的味蕾 你馬上 讓你可以回想到 這就是你家鄉的味道 那個醬油膏 對 我覺得它蛋餅最重要 就是上面那個膏 對 而且不能吃那種蒜桶 這個是純醬油膏 對 這個味道好 嗯 然後餅皮也是台灣來的 聽說餅皮很便宜 對啊 等一下講一下 他昨天在這邊跟人家買餅皮 薄皮餅皮 對 因為正常來講可能要上網買 但這邊可以直接店家買 沒有賣冷凍的 對啊 那多少錢 那個餅皮多少錢 15枚冷凍的餅皮 是750塊日幣 很便宜耶 等於一片是50塊日幣 50塊日幣 一片台幣10塊錢 對 然後你再加這一邊的一顆蛋 這邊一顆蛋 20塊日幣 70塊日幣 就可以吃到 台灣的早餐 好便宜喔 那你來這邊念書 然後你還可以在這邊吃台灣早餐 就自己買回去自己做 因為我知道這邊的學生 如果很窮的話 都一定要在家裡自己做對不對 對 對啊 70塊日幣就可以享受到台灣的味道 好棒喔 台灣價值 台灣價值 我們吃完了 瓦拉瓦拉的台灣早餐出來 味道真的很醜 然後因為我們有跟Alan哥一起拍片 然後也有趁機訪問了一下店長 這樣跟我們說其實 原本日本人是沒有什麼吃早餐的習慣 不過因為像這種店越來越多 日本人最近也有像是吃早餐的習慣 可是通常會知道他們是沒有上班 比如說像是假日 或者今天沒有班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會悠悠宅宅的來這邊吃 類似那種吃早午餐的感覺 就一樣還不是那種像我們一樣 就是拎著早餐去公司吃飯 好 所以如果大家有來日本的話 就可以建議 這個瓦拉瓦拉 我記得它在大阪跟東京 各有一家店 它的店 它的料理其實真的非常有台灣味 大家可以看到像什麼飯館 還有麥味燈 還有鹹豆漿 然後它的蛋餅也非常非常的好吃 因為店長還有說他們原物料 除了肉類以外 因為肉類不能進口 幾乎都是從台灣運過來的 連包裝也是 風格也是 所以我真的覺得 有機會來日本的話 建議來瓦拉瓦拉 吃一下日本瓦拉瓦拉 好不好 今天的頻道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之後有機會再大家去其他地方 看你吃一些有趣好玩的料理 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的頻道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跟開啟小鈴鐺 就下支影片見 拜拜 我們下支影片見 下次見 記得訂閱 請到你們